浑水摸鱼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收听本期节目 首先呢 先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呢 是我们现在终于有了苹果的Podcast 但是呢 因为苹果那边的审核机制呢 比较严 当然他们的审核机制不是针对内容的 而是针对音频源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 所以呢 我们折腾了很长的时间 可能这个前前后后折腾了得有一年吧 因为这个要求呢 我们这个浑水摸鱼呢 必须得有一台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点的服务器 但是运为这么一台服务器呢 这是需要挺大的费用 我呢又特别抠 所以呢 我一直没咬这个牙 结果因为什么呢 因为上周啊 大家都知道我们上周的都市怪谈 也就是关于圣碑的故事 在刚刚上线喜马拉雅24小时之后 播放量仅有3000 结果他就又被下架了 本来这个圣碑前面那个专题 达芬奇密码 就是因为涉及到了一些基督教的内容 所以呢 就没在喜马拉雅上上架 导致那么好的文案 在YouTube上只有3000的播放量 结果这一期呢 大幅简化了那个宗教内容 结果没成想 他仍然还是只有3000的播放量 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刺激到了我 我一咬牙一跺脚 我这一周呢 没干别的 就专门解决了一下 Polcast服务器的问题 如果是咱们的铁粉呢 你会发现 咱们的这个官方网站啊 imayu.com 他呢 也做了大幅的更新 当然这个一方面 是为了咱们这个Polcast做准备 还有最重要的是 为了咱们浑水魔鱼3.0上线做准备 那么第二个好消息呢 就是很多朋友啊 搞不定这个苹果的充值 苹果的这个充值呢 确实它比较复杂 它经常啊 就是说你充了以后呢 它就卡死了 然后呢 过很长时间 它才返回给你说 你这个充值出错 这呢 就导致大家浪费了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呢 现在我们开通了淘宝的这个兑换码购买 你可以直接通过在淘宝上购买兑换码 在浑水魔鱼里头进行充值 以购买我们的付费专题 当然我们还是要多说一句 我们目前的付费专题是中国近现代史 那么欢迎各位大富豪和热爱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 以这种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播下去 好了 我们废话不多说了 又占用了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多留言 多点赞 你现在就给我留言 现在就给我点赞 然后你再听啊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可不敢再乱讲了 再乱讲就又被拿掉了 要不然这十好几个小时写出来的文案 说被砍就又被砍了 我们今天这个都市会谈 讲的呀 是一个失落的宝藏 可能有些人听说过 有些人没有听说过 那就是琥珀宫的传说 很多热爱欧洲历史的 或者这个喜欢二战战士的朋友 一听这来惊声了 我知道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纳粹宝藏之一吗 没错 实际上关于这个琥珀宫啊 如果你关注过的话 其实你们发现有很多题材的纪录片啊 书籍啊 都是关于这个琥珀宫的 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 其实它大小只有55平米的这么一间屋子 因为这个屋子呀 里头全是琥珀和黄金座的装饰 所以这间屋子价值连城 搁金呢也没法估价 但是我可以毫无疑问的告诉你 你觉得北京的房子已经够贵了 十几万人民币一平米 那我可以告诉你还没有贵到级别 因为你听完今天这个故事 你给我算算 这琥珀宫一平米得多少钱 我们说这琥珀宫之前啊 我得先问各位聪明的小朋友们一个问题 小朋友 你见过琥珀吗 这个话题我们还就得从这个琥珀说起 首先我们还是得知道 这琥珀这玩意到底是什么 英语的单词 琥珀叫什么呀 安本 这个词的词源啊 它有可能是来自于拉丁语的 但是呢也有可能啊 说是产生自阿拉伯语 因为他们的这个词根啊 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目前呢很遗憾 在语言学上没法考证 到底是拉丁文在先 还是阿拉伯文在先 不过呢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啊 这个词在十四世纪之前的中古英语里头 就已经出现了 一开始这安本这个词啊 它说的呀 不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琥珀 它说的是什么呢 它说的是龙咸香 龙咸香 大家知道龙咸香有一个外号 它叫灰琥珀 这个东西啊 它也很贵 它是从抹香精里头 这身体里头啊 分泌出来的一个固体蜡质物质 它是一种很名贵的香料 为啥名贵 因为少啊 那为啥这玩意叫灰琥珀呢 因为这个东西啊 它的外貌很灰 很黑 而且它这个东西啊 很嘎巴 而且呢 它可燃 它还挺软 这个东西到底是抹香精的什么东西呢 其实啊 它是在消化系统里头产生的 我们再说的直白点啊 这玩意儿啊 它其实是啊 粪便长期排不出去 形成的一种肠道结石 哎呀 可是它就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所以这个人们啊 喜欢拿它做香水啊 呀 喷身是可香可香了 可是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是在肠道里 你叫它长结石也行 粪便结石也行 所以它才是那个灰色的 那个嘎嘎巴巴的物体 其实再说直白一点呢 就是屎样 但是没关系 什么样也不影响它的价格 很快啊 随着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这个深入 这个词的词意也就发生了变化 在13世纪后期的这个罗曼语中啊 这个词的词意就已经指另外一种东西了 就是波罗的海的海琥珀 这个玩意儿是什么呢 这个玩意儿就今天我们说那个琥珀 化石树脂啊 这个东西比那个龙咸香啊 抹香精那龙咸香那屎样啊 这就晶莹剔透多了 有白色的 有淡黄色的 有黄色 橘黄色 甚至有红色的 慢慢呢 到了15世纪之后 英语逐渐成型了 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再说 这安倍这东西是龙咸香了 它就变成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琥珀 你从这个词的历史变化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两种东西 就是说黄琥珀跟灰琥珀 它相互关联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被人给混淆了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两种东西啊 都是在沙滩上捡的 但是后来呢 慢慢人们才发现 这两种东西不是一个东西 龙咸香是辣 它的那个密度啊 比水低 所以它可以漂浮在水面上 它是被水给冲过来的 但是琥珀这个东西 它密度比水高 它不能漂浮 它是干嘛 它是从那个海床里头 那个沙石啊 滚上来的 但是虽然它密度比水大 它不能漂浮 可是它的密度呢 还是不如石头 但是中文 为什么管这玩意叫琥珀呢 因为这个东西的颜色呀 很像那个老虎皮 所以咱们中国古代人就认为说 这老虎这东西啊 大虫啊 它有灵性啊 没有一只大虫被打死 那都得有一个大嫂 跟一个大嫂的情人陪葬 所以你看这玩意儿有没有灵性啊 所以这东西死了以后啊 它的这个精魄呀 它就进入到地下 化成石头 然后呢 就变成了琥珀 它说的是老虎的那个魂魄 后来慢慢慢慢呢 就改称叫 现在在这王子边的这个琥珀 那古代人拿起来一看晶莹剔透 跟这个老虎的颜色很像啊 就说这东西肯定就是什么呀 老虎的魂嘛 宝贝 但是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什么 刚才不说了吗 化石树脂 或者说是树脂的化石 树脂啊 大家都见过吧 夏天的时候 你看那树上一晒太阳 就出来胶壮的物质 但是呢 不是什么树的树脂 都能形成琥珀 因为树脂这个东西啊 它其实非常的脆弱 虽然很多的树木都会产生树脂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树脂啊 会被物理或者生物的过程给分解掉 比如说暴露在阳光和雨水里头 这玩意很快就没了 还有一些在微生物环境里头 比如说细菌啊 真菌啊 然后甚至在极端温度下 都会让这个树脂这个东西啊 被分解或者被崩解 所以说呢 为了让这个树脂啊 能够有足够长的时间变成琥珀 它必须得能抵抗所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作用力 满足一系列的条件才能产生 那这个条件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尽可能快速的跟环境隔绝 听起来很难 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难 如果树脂啊 它能突然隔绝空气 比如说它落在泥里或者水里 那么就有可能大量的产生这个玩意儿 虽然呢 这个地球上哪都有树 而且呢 其实每一块大陆上都有琥珀 但是满足大量琥珀产生条件的地区 就只有波罗的海沿岸 这个地方是因为啊 目前我们还搞不太清楚的某种地质情况 有那么一段时期 它的地质快速变化 这就导致呢 这原本有一片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 然后它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了琥珀的这个沉积条件 所以它大量的形成了琥珀 波罗的海这个地方产生的这些琥珀呀 它是来源于一种叫做金松的树 这是一种生活在欧洲北部的植物 最早的化石可以追溯到三亿年前 后来呢 这种金松啊 它就在北欧这个地方呢 就灭绝了 但是神奇的是啊 随着大陆板块漂移 有一小部分竟然保留在了今天的日本 然后就形成了日本独有的一种松树 后来又在19世纪末的时候 这种金松又被重新引进回了欧洲 但是这个时候 它的名字就改叫日本金松了 不过呢 它的名字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种树其实从来也没有在地球上中断过 也就是说 你给现在这些日本金松 一个完美的沉积条件 然后你等上至少四千万年 照样它也能产生一大堆的琥珀 总的来说呢 虽然波罗的海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琥珀 但是因为琥珀这个东西啊 它的形成条件那么的苛刻 所以呢 它在这个地球上仍然是比较稀少的东西 不然怎么会有人拿这玩意做珠宝呢 成色好的大块琥珀 那是价值连成 当然我也没卖过琥珀 我也没买过琥珀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琥珀 它怎么叫做成色好 这个可能得问一问啊 就是那些做文丸的朋友 如果有比较了解这个琥珀 就是说什么样的琥珀比较好的 可以给我们在这个评论区里啊 留留言给我们大家也科普科普 但是我想啊 这成色好 无非也就是什么呀 没有裂纹 没有气泡 这个颜色比较纯 这肯定不用说啊 这肯定就值钱啊 但是呢 就算是成色不好的琥珀 其实它也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因为琥珀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能产生静电 很多人都看过视频 琥珀这东西 你用锤子啪一砸它 那里头就有电荤 所以呢 依据这种特性 它在电子和化工领域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大多数的琥珀呀 它的漠视硬度 其实在2.0到2.5之间 什么概念呢 就跟你的指甲差不多硬 这个东西融点也不高 250度到300度之间 大部分的琥珀就都融了 另外呢 因为它是松脂 所以这玩意是易燃的 燃烧之后 它会很快分解成黑色的琥珀纸 俗称琥珀丽青 所以你看 这东西呢 虽然它很漂亮 但是它其实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 那么一块橙色好的琥珀 肯定很值钱 但是还有比这玩意更值钱的琥珀 琥珀有的时候啊 它会碰巧包含一些动物和植物的残骸 昆虫啊 蜘蛛啊 甚至它们的网啊 肢体啊 什么小型的青蛙呀 甲壳啊 甚至细菌啊 变形虫啊 还有一些来自什么海洋的化石啊 木材啊 花朵啊 水果啊 毛发啊 羽毛啊 等等等等 什么样都有 这就是什么呀 里头有内容的琥珀 就说明它不是一块肤浅的琥珀了 那么这种不肤浅的琥珀 我们现在看到最老的 它是从意大利东部来的 距今2.3亿年前的三叠记 一说到这玩意儿 有很多的电影迷啊 科幻迷啊 又来劲了 你说这玩意儿 我知道 这玩意儿能克隆恐龙 克隆恐龙这个想法 它最早就来源于迈克尔克里顿 1990年写的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名字就是侏罗纪公园 93年斯皮尔伯格改编的那个电影 是同名电影 在这个故事里头科学家从一块困在琥珀中的史前蚊子里头 然后提取了恐龙的血液 然后呢 就克隆出了活的恐龙 当然 本着科普节目的严谨性来说 这个目前呢 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人类啊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过琥珀里有吸过血的化石蚊子 而且呢 就算有 那么这个蚊子体内的生化环境 也早就把那个血液给分解干净了 即便他已经死了 但是他体内的细菌啊 微生物啊 仍然会继续分解血液 所以你指望这个死蚊子能克隆出恐龙来 这个不太现实 但是呢 这个故事的想法 却又非常有那么一点科幻现实主义色彩 那就是琥珀这个东西啊 它确确实实被认为 它有利于保存DNA 因为它脱水了 而且是快速脱水 这就使得困在里面的那个生物啊 它一下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那么目前对这个技术最乐观的估计呢 就是说在最理想的条件下 被困在琥珀里头的DNA 可以保存多长时间呢 大概可以保存一亿年 但是很可惜 这只是一个理想环境下的推测 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DNA提取技术 人类最近做的一次尝试在2013年 这个尝试呢 也以失败而告终 人类目前为止 没法提取 被困在这个琥珀里头 任何生物的DNA 当然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啊 我们闹不好 可以克隆出一点远古海鲜 也让我们尝尝啊 跟现在这个海鲜有什么区别 哎呀 一提起这个三叶虫啊 就流哈拉子 想尝尝这个皮皮虾祖宗什么味 哎呀 说多了啊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我刚才说了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琥珀产地 在波罗的海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 普鲁市的科尼斯堡 是世界上最大的琥珀来源地 这个地方的琥珀矿床啊 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 那么到今天呢 其实这世界上90%的可提取琥珀 仍然在这个地方 不过大家都知道 这地儿二战结束了之后 被割让给苏联了 所以呢 它既不是普鲁市 它也不是德国 它现在是什么呀 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 今天的这个都市怪谈 我们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琥珀产地入手 话说这个柏兰登堡啊 也就是今天德国的柏兰登堡州啊 就包括柏林那一块啊 柏兰登堡这儿呢 有一个大家族 霍亨索伦家族 他们家呢 有这个选皇帝的资格 这个皇帝指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在这个欧洲也是绝对的名门望族了 这个家族里头出了一个大手子 哎 这大手子呀 就是普鲁士公爵 后来成了斐特列三世 他这个人啊 一生就一个梦想 就是想当国王 可是你这个想当国王啊 这个愿望很难实现 因为根据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啊 这个帝国内啊 只能有一女二卑 不是 这个帝国内啊 只能有一帝两王 一帝很显然啊 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两王是什么东西呢 哎 大王 哎 不是 这个两王就有点意思了 这个两王啊 一个呢 是个虚伪的名头 叫罗马人民的国王 另外一个呢 是波西米亚国王 这所谓的波西米亚呀 就是今天的捷克 这个地方呢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头 他都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内的一个独立王国 而且呢 因为这个几百年的皇室联姻呢 就导致这个波西米亚的国王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 他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人 另外呢 罗马人民的国王一听就是个名誉称号 所以说白了 这所谓的一帝两王啊 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 就是同一个人 罗马帝国皇帝他自己 除此以外呢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里头 就不能再有别的国王了 当时这一帝两王 这个名头是谁呢 都归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利奥波德一世 他上台的时候啊 这神圣罗马帝国 因为打完三十年战争 已经基本上快要玩完了 大家虽然还都承认啊 这么个皇帝 有个共主 但实际上已经心怀鬼胎 各玩各的了 要不然这斐特列三世 他怎么会有胆子 他琢磨着要当这国王呢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斐特列三世 这个人的性格 当时的这个霍亨索伦家族啊 他虽然不算是什么小家族 他选帝侯的家族嘛 但是呢 他在血统的那个领土上 他又比不了这个波旁啊 哈布斯堡啊 这样的大家族 这就让这斐特列三世啊 他多少有点自卑 所以呢 他这个人身上啊 就时常散发着那种啊 爆发户的气质 始终贯穿着他的人生 他这个人特别怕别人瞧不起的 所以他特别喜欢 非常夸张的排场 那现在的问题又来了 他凭啥觉得他能当国王 或者说他凭啥觉得 他这个地方能独立呢 这个就要说到 他们家有这么一块地 就是普鲁市 也就是今天你在地图上 看见的这个俄罗斯的 加里宁格勒 他本来的位置啊 他就不在神圣罗马帝国里头 他离所有的德意志邦国 也都很远 而且这块地方 明显他在波兰的境内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在三十年战争之前啊 他一直都是波兰的藩属国 霍亨索伦家族 他们家的根基在哪 在波兰登堡 也就是今天这个柏林啊 周围 后来呢 因为这大家知道欧洲 这王室这圈子太乱 社会关系太复杂 来回这个政治联姻啊 结果呢 这块地方就被他们给取过来了 所以呢 这个普鲁市跟这波兰登堡啊 就成了一个叫共主联邦 啥叫共主联邦啊 就是这两块地 本来没啥关系 两块地图上都不挨着的地方 中间隔着一大块波兰 但是呢 因为统治者是一个人 所以呢 这两个就成了一个国家 这种共主联邦啊 在欧洲历史上非常常见 比如说跟他同时期的 英和 奥匈 这都是共主联邦 所以他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啊 这普鲁市这个地方 本来他也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属地 这个地方当年是条顿骑士团 向波兰效忠了之后 才建立的公国 条顿骑士团建立科尼斯堡这段故事 请你听 燃烧的远征最后一期 那么既然是向波兰效忠的 那这个公国的公爵 它是波兰的爵位 关键是这块地的面积 跟波兰登堡的领土差不多大 所以完全有理由说 我们新组建的这个共主联邦啊 它就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内了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觉得很困惑 你自己也是选帝侯 你那么想当皇帝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选这个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呢 这多省事啊 现成呢 位置还比你当什么国王要高 这个是因为 斐特列三世 他确实是个狼面 比狠人还多一点 这个人的脑子太清楚了 因为今天的话说 全让他懂完了 他确实有被选举权 他可以当皇帝 但是他当时觉得呀 这个神罗已经名存实亡 日薄西山了 而且他觉得呢 自己就算是上了位 他也指挥不动 德意志的几个大亲戚 比如说奥地利啊 萨克森啊 巴伐利亚啊 莱因普法尔茨啊 科隆啊 这哪个也不会听他的呀 你别说他上都不行 现在利奥伯德一世 他都不行 所以何苦呢 干脆啊 另辟蹊径 咱们呀 曲陷救国 而且呢 他认为他应该独立的第二个理由 就是这个太阳王路易十四 当年这个路易十四呀 那个猛啊 那全欧洲都让他牛逼完了 根本没人拦得住 这个时候呢 刚好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这场战争呢 在我们多个专题里都出现过 关于这个路易十四 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我有印象啊 就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专题 应该是天鹅宝那一期 所以你可以仔细听一听 那个就是关于他们的故事 但是我们给没听过的朋友呢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啊 非常简单 就是当时西欧两大力量 一个是法国的波旁家族 一个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 就因为这个西班牙这个王位啊 他后继无人 当时这个欧洲的这个王室啊 又都是亲戚 所以要说继承权呢 大家都有 那么两家呢 就因为这个谁来继承西班牙的王位 这个问题就答起来了 因为这两家都是当时欧洲的大家族 那身边都不缺田狗啊 谁继承了西班牙的王位 谁就能把西班牙直接纳入到 自己的共主联邦里头 成为西班牙的主人 所以呢 这两方都是叛命 互不相让 加上在这之前呢 又打了好长时间的大同盟战争 所以呢 这个路易十四呀 就想趁此机会灭了别人 这别人呢 也想趁此机会灭了这个嚣张的路易十四 30年战争之后啊 这个西班牙跟神圣罗马帝国 都已经明显衰落了 神罗里头呢 很多的德意志小邦国爱 一看这个神罗 现在确实是不行了 照不住自己了 再加上呢 这几个大的邦国啊 谁也不服谁 所以就有一些国家呢 就跑去舔这个太阳王路易十四 这一次跑过去舔法国的德意志邦国 就是什么呀 巴伐利亚 科隆 这些国家呢 就都倒向了法国这边 尤其是这个巴伐利亚 因为一些小事啊 就跟这个奥地利闹翻了 所以呢 义无反顾的背叛了奥地利亲戚 但是呢 这个神罗呢 他毕竟名义上 他还是有神圣的地位的 所以大部分的德意志邦国跟大部分的意大利邦国 还是站在神罗这边 加上英和当时也是共主联邦 他们都是威廉三世的领土 这俩是怎么凑到一块去的呢 请你听法国大革命的专题 这个荷兰执政威廉三世是怎么当上英王的 所以呢 这个当时威廉三世呢 他也想要削弱这个路易十四的霸权 所以他也站在了哈布斯堡的这边 这个时候 博兰登堡普鲁士的立场就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理位置太恶心了 这个地方要是帮了法国 那就相当于在哈布斯堡这边开了个后门 他可以从北部直接进行攻击 一开始呢 这个利奥波德一世 他不太担心这个斐特列三世 因为这个人年轻的时候 曾经因为他爹是路易十四的舔狗 跟他爹毅然决然的翻脸了 所以理论上来说 他是不会导向路易十四的 可是呢又有一些传闻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斐特列三世有点这个爆发或是气质 怕人看不起 尤其是怕这个被法国看不起 这原因呢 待会儿我再跟你讲 这和他老婆有关系 所以呢 他呢又特别喜欢这个法国文化 他盖的那个宫殿设计图啊 都是参照凡尔赛工盖的 那自己的这个日用品啊 什么装饰品啊 都是从法国进口 本人呢也喜欢法语诗歌 喜欢法语 再加上呢 他一直都声称 说我们家现在有这普鲁士的 那你说我们家这领土 他自古就不是神罗的领土啊 哎你说这天天有这样的言论主张 还有这样的外在行为表现 这就让这个利奥波德一世啊 隐隐就觉得啊 这个人肯定要在背后鼓到什么花活 鹅脚渗出了一滴汗啊 果然就在1700年的11月16号 这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眼看就要一触即发的时候 斐特列三世不装了 终于向利奥波德一世摊牌了 他说呢他正在认真的考虑 参加路易十四联盟的可能性 或者呢至少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战争中啊 保持一下中立 理由是啊 第一次打同盟战争 也就是九年战争里头啊 哎呀自己累了 觉得不会再爱了 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不知为啥要活着 失去方向 抑郁了 但是呢 他认为如果利奥波德一世 能给自己一点点刺激 那自己还是可以硬起来的 这个刺激也很简单 你说自己出生在贵族家里头 啥都见过 吃过 玩过了 哎呀 现在看见啥都没有兴趣 要是能承认这个伯兰登堡普鲁士 是个独立国家 自己能当个国王玩玩啊 就好了 哎呀 你看自己现在手里啊 有八千个精兵 也不知道去参加法军呢 还是去参加奥地利军队呢 哎呀 好头疼啊 这个利奥波德一世一听就明白了 快点 快点加免啊 别磨蹭了 你不加免 天力不容 于是这个事情办得有多快啊 就在两个月后的 1701年的1月18号 斐特列三世就在科尼斯堡 加免为普鲁士国王了 这样的话 伯兰登堡普鲁士 正式成为了一个王国 那么斐特列三世 成为了这个王国的第一个国王 所以呢 他也不叫斐特列三世了 他就改名叫斐特列一世了 他之所以选在科尼斯堡加免啊 就是因为 伯兰登堡算是神罗地盘 所以他跑到普鲁士去加免 就等于说什么呀 普鲁士吞并了伯兰登堡 而且国名呢 也沿用普鲁士王国 这样的话 就算伯兰登堡灭国了 被合并进普鲁士了 那么自然而然 自己也从神罗里面 就给摘出去了 可就当钟声敲起之时 主教问有没有人反对 有人站出来说 我反对 谁反对啊 波兰不同意 他说这个地方自古以来 就是波兰的藩属国 你凭什么就把它变成一个王国呀 可是不同意也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不同意呢 普鲁士跟奥地利两面一家鸡 倒霉的还是波兰自己 最重要的是 当时的波兰国王啊 他是人称强力王的奥古斯都二世 这个人呢 他是萨克森的选帝侯 他同时呢 也是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 萨克森当时正在跟瑞典打仗 这中间啊 刚好就隔了一个波兰登堡 所以相当于普鲁士王国 夹在这两个国家中间 他非常害怕普鲁士上手 而且他也觉得 当时这个普鲁士啊 他是个弱国 不足为惧 所以呢 他就点头答应了 于是 斐特列一世也稍微妥协了一下 就是在他这个皇冠上啊 加了一个波兰的徽章 然后呢 普鲁士王国就这么就独立了 斐特列一世就是普鲁士的缔造者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后来打了14年 最后呢 以路易十四的失败而告终 不过呢 那不是我们本期的故事内容 这段故事你要是感兴趣 你可以听18世纪的欧洲和土耳其机器人 这一期专题去 这一下 斐特列一世的人生成就达成了 他真的就当上了国王 那么现在有问题要问一下 贪婪的小朋友们 你说你要是当上了国王 你先干点啥呀 有人说 那还问他肯定吃好日骚啊 那是因为你是平民 人家这斐特列一世 人家是贵族出身 你说他啥好的没吃过 他那 所以他对这些 他也不感兴趣 那你说他干啥呀 那肯定是造豪宅呀 其实呢 他这个人的性格 就决定了 他一直也没闲着 他早就给自己造豪宅了 可是因为之前呢 他级别不够 他怕别人说闲话 他也不敢整得太大 现在他是国王了 他可敢整了 正好这个时候呢 他老婆弄了一个豪宅 叫利存宝 刚才我说了啊 他对这个路易十四 这个羡慕嫉妒恨 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这个老婆 所以现在咱们得说说的这个老婆 他之前的第一任老婆 是黑森的公主 结果呢 1683年得病死了 他还来不及伤痛 他在第二年的1684年 马上就娶了汉诺威的公主 这个公主 就是大名鼎鼎的 汉诺威的索菲亚夏洛特 也就是1714年 继位英国国王那个 汉诺威的乔治路易 乔治一世的妹妹 也是柏林 现在夏洛藤宝宫 那个夏洛藤是谁啊 就是他 这个夏洛特 也是个狼面 非常的凶狠 一晚上五次都不带庭的 这个姑娘啊 他们家本来是要 把她嫁给路易十四的 所以呢 从小就按照法国宫廷 那皇后的标准培养 很小的时候就带去法国 跟当时的大皇太子路易见面 那请的家庭教师 都是法国人 从小呢 就受这个高贵的 法国宫廷文化的熏陶 那法语说的比德语都流利 而且呢 经常跟这个法国上流社会来往 拿吃穿用肚都非常的讲究 当时这个法国呀 那在欧洲呢 就是奢华的代表 所以呢 这就让斐特利一世 这种德意志邦国出身的贵族啊 他非常的向往 那你说他能不羡慕嫉妒恨吗 所以他对他这个老婆呀 时时都要表现出 他比这个路易十四强 索菲亚夏洛特 嫁给斐特利一世之后 他就开始干预政治事务 这个女的非常的强势 成了他老公的好帮手 说一不二 1695年 这斐特列一世呢 就送给他老婆呀 一个庄园 这个庄园呢 在柏林的西边 这庄园的名字呢 叫Litsville 为什么送他呢 因为对他敬爱有加呀 女强人呀 很能干呢 最重要的是 那得体现 咱比这路易十四行啊 这个索菲亚夏洛特 他有多强势呢 1697年 沙皇彼得大帝呀 第一次访问普鲁士 就下他在普鲁士的俄国大使馆 然后呢 这个夏洛特就去看他 结果这个彼得大帝回忆说呀 当时见到这个女的 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说这个女的谈吐举止 虽然非常的幽默 但是这个女的呀 高贵的 让这个彼得大帝 都觉得自己不配跟他说话 那个气场压强非常的大 就是这么一个女的 而且不光这个彼得大帝怕他 他这个老公斐特列一世啊 也挺怕的 他拿到这个老公的庄园之后呢 他就请了当时非常有名的 设计建筑师 约翰阿诺德内林 和马丁格伦伯格 按照巴洛克风格 重新把这个庄园推倒重建 变成了一个夏季别墅 在整个施工的这个过程中啊 他老公都不敢问他 就说你这个怎么施工啊 什么都不敢问 也不敢参与意见 而且没有他的许可 他老公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庄园 一直到1699年的7月11号 这个庄园都完工一年多了 他才第一次请他老公 到这来参加他的生日聚会 斐特列一世来了以后就惊了 说这整的也太漂亮了 这媳妇果然是见过大世面的 这个就又有点让他呀 无地自容 又想起这个路易十四来了 就怕这个自己啊 配不上这媳妇 这1701年他加冕之后 就更高兴了 于是呢 他就想整点别人没有的 以彰显一下自己的实力 是不可别超越的 哪得整得牛牛逼逼的 也得在这个欧陆的奢侈品版图上啊 留下那么一个记号 必须安排 最重要的是 为了压住这个路易十四 他就想到啊 我必须要用其他国家都没有的资源 我就打造一个别人都不可能做出来的东西 他之所以有这个想法 也是有他资本的 因为我刚才说了 世界上最大的琥珀矿床 就在普鲁市的科尼斯堡 现在这地儿是他的王国了 那还不可劲造 于是呢 他就跟他老婆商量 说你啊 把你这个别墅里啊 你给我腾一间房子出来 我呢 也来展示一下我的审美 算是我送给老婆的 因为他也加冕了吗 加冕皇后了吗 算是我送给老婆 加冕皇后的加冕礼物了 于是呢 他也请了著名的建筑设计师 安格拉·舍路特 然后就跟这个舍路特商量啊 说我这个有少林功夫 你看看加点什么 那有点搞头啊 当时舍路特已经是知名设计师了 那给波兰啊 意大利啊 那做了好多的宫殿了 这个时候啊 正觉得已经失去人生目标了 没有挑战 一听这个来劲了 立刻就受命参加设计 然后调集多国著名工匠 用当时价格极端昂贵的琥珀做主料 大量的黄金跟名贵宝石做辅料 以凡尔赛宫的镜厅为设计篮本 你看 说了半天 还是离不开这凡尔赛 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打造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房间 琥珀宫 这个琥珀宫里头啊 覆盖着非常华丽的镀金面板 相有金色的琥珀 主要的色调是红色和黄色 所有的墙面都是贴满了金箔以后 在镶嵌琥珀做出来的马赛克拼接 所有的镜子都是宝石打磨 所有的雕刻都是纯手工完成 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机器 那看上去让人眼花缭乱 当时啊 斐特列一世给蛇鲁特的命令就是什么呢 不要在意钱 钱是什么呀 钱就是王八蛋 咱得花了他 所以这事神奇的是啊 竟然没有人知道这个琥珀宫 他到底花了多少钱他给造出来 但是我可以毫无疑问的告诉你 要搁今天啊 你能捡着当时琥珀宫的一个汁 我都能确保你发大财 但是很遗憾的是 这么漂亮的宫殿跟这琥珀宫啊 夏洛特没享受几年 1704年呢 他回汉诺威去探亲 结果呢 在那染上了肺炎 这个不是新冠肺炎啊 就是普肺 结果呢 一病不起 挨到1705年的1月21日 一命呜呼 享年才36岁 他死了之后啊 这菲特里一世非常的难过 哎呀 到聊我老婆都没夸过我 于是呢 他就宣布 为了慰藉他老婆在天之灵 老婆活着我要干 老婆死了 我更要干 我就是不能让我老婆丢这个人 所以呢 他就决定把这个夏季别墅 升级成城堡 这个呢 就是利尘堡 利尘堡 这个说是城堡 但实际上 就是按照王宫的标准建造 那个奢华至极的琥珀宫 当然要予以保留 然后呢 这个利尘堡 就扩建成为了今天的夏洛藤堡宫 整个扩建工程啊 改造了10年才完成 改造到第三年的时候 也就是1708年 斐特列一世 抑制不住 对夏洛特的思念 毅然决然 决定 再娶一个小媳妇 那就是梅克伦堡的索菲亚路易斯 索菲亚路易斯 嫁给斐特列一世的时候 才23岁 正是这个年富力强的年纪 跟这个斐特列一世 结婚了5年之后啊 因为这个斐特列一世 当时还有一个公开的情妇 在这两个女人 合力的作用下 他也顺利的去世了 王位呢 就由他最小的儿子 斐特列威廉一世继承 斐特列威廉一世 是夏洛特跟斐特列一世的儿子 继位的时候25岁 他这个人跟他爹啊 截然相反 这一家里头能出两个这样的人啊 也真是奇葩了 他这个人非常反感奢侈的生活 尤其是他特别看不上 他爹这种爆发户心态 他继位的第一件事 你猜猜是干什么 竟然是宣布 把他爹的豪马 珠宝 名贵家具 全都卖给英国国王了 眼不见心不烦 而且这个人啊 非常的节俭 他什么钱都不花 他也不打仗 因为打仗花钱啊 所以等到斐特列威廉一世死了之后啊 他给普鲁士留下了一个非常厚实的国库 这位后来普鲁士的崛起 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那么既然他是一个朴素的国王 那对于琥珀宫 他肯定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这东西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当然他也知道这东西很值钱 但是呢 他不知道造这玩意的意义到底在哪 因为看起来这就是他爸讨好他妈的东西 怎么好像像骂人一样 正好这个时候 沙皇彼得大帝又找上门来了 问他有没有兴趣啊 参与一手北方战争 如果打赢了呢 那么瑞典靠近普鲁士的地方都搁给他 这样的话 波罗的海上普鲁士至少能在多一个港口 斐特列一世啊 这人只要不花钱 干什么都行 彼得一世说没事 你不就怕花钱吗 钱我花 你出点人去占领土地就行 不用你打仗 其实当时的彼得一世呢 也不是真心的叫普鲁士去参加这个北方战争 他是怕普鲁士干预北方战争 而且他本人呢 跟普鲁士关系一直也不错 所以他呢 就故意开出这么一个条件来稳住普鲁士 这斐特列威廉一世 一听这个交易啊 觉得太他妈划算了 但是为了感谢这个彼得一世 这个诚恳的态度 又不给点什么吧 你说也不好意思 正好这个时候 彼得大帝去参观了这个琥珀宫 他一进去他就傻了 他惊讶的又说不出话来了 当听说这是夏洛特留下来的时候 连连称奇 哎呀 当年见着你妈我就说不出话来 这好 见着你妈的屋子 我还是说不出话来 怎么好像一直在骂人似的 斐特列威廉一世 压根他也没把这玩意当好东西 直接就说你要喜欢 就送给你了 你自己搬走 这样的话 巩固我们的同盟关系 彼得大帝当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很快 他就道谢 然后赶紧安排装修队过来拆出 很快啊 这个宫殿 所有的面板都被拆下来 然后呢 运到了圣彼得堡 彼得呢 就把这个琥珀宫啊 安装在了圣彼得堡以南的凯瑟灵宫 为了这个琥珀宫 他还专门在凯瑟灵宫进行了扩建 为了配得上这个琥珀宫 他又专门增加了好多的宝石跟琥珀 最后等他安装完这个琥珀宫的时候啊 这个琥珀宫里头一共有六吨的琥珀 整段房间占地面积达到了55平方米 这个工程又用了十年的时间 毫不夸张的说 这是有史以来最美 最奢华 也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房间 之后呢 琥珀宫就在圣彼得堡 安安静静 落作了两个多世纪 成为了沙皇俄国和苏联的骄傲 但是随着时间进入到了20世纪 麻烦很快就到了 1941年 纳粹德国入侵苏联 苏联人呢 撤离了所有可能的艺术真品 包括东宫里头的数百万件文物 但是因为琥珀宫啊 这个时候已经历时200年了 琥珀里头的水分已经蒸发殆尽了 变得非常脆弱 没法拆卸 当时的拆除工人发现 这个东西一碰就碎 于是呢 在请示了当局之后 他们决定不拆了 他们当时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 就是用东西把这个墙面给遮挡上 不过你想想这玩意能瞒得过纳粹吗 纳粹是玩民族主义起家的 琥珀宫啊 早就在他们必须要收回的 德意志文物名单上了 所以当纳粹到达的时候 他们非常确切的知道 他们在找什么 以及在哪要找到他 党卫队的一支军队啊 几乎是直接就冲到了凯瑟林宫 德国的工艺水平和设备 都比苏联当时更先进 所以当时呢 纳粹给出的方案也简单 既然没办法整体拆除 那我们就把它切成碎片 然后给这些碎片编上号 拍好照片 我们到时候再把它拼起来 不就完了吗 于是呢 他们只用了36个小时 就把整个琥珀宫给肢解了 然后把所有的琥珀都装进板条箱 立刻运送到了科尼斯堡 对于德国人来说 这是他们视为最伟大艺术品的回归 而且回归到了普鲁市的发源地 所以呢 纳粹德国很快就开始在国王城堡博物馆里头 重建这个琥珀宫 经过了艰苦的重建 最后终于公开展览 但是很可惜 这一次是琥珀宫最后一次重建天日了 科尼斯堡在整个战争期间呢 大部分时间里头都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1944年的8月 科尼斯堡遭受了英国皇家空军的大规模轰炸 几乎是炸成了一片废墟 但是呢因为英国提前标注了一些文物的地点 所以城堡啊 博物馆啊 没有遭受太严重的破坏 可是到了1945年的4月9号 苏联红军挺进科尼斯堡 在苏联红军进城之前 红军用大炮 钢铁洗地了一遍 结果这直接导致所有科尼斯堡的建筑物都被移为了平地 那么琥珀宫呢 从那之后就出现了很多的传闻 首先呢 有一些确定的历史 就是希特勒在1945年的1月21号到24号 连续发出了几次命令 命令迅速从科尼斯堡转移所有有价值的财产 这个命令是直接下给阿尔伯特斯佩尔的 斯佩尔让他的管理团队优先运送文化物品 众所周知 斯佩尔的所谓管理团队 其实就是纳粹文化财产专案小组 他们负责在战败的时候 保存和转移这个琥珀宫 所以呢 有很多人认为啊 就是在苏联红军到达科尼斯堡之前 这个琥珀宫应该是装在板条箱里头被搬走了 战争结束之后 琥珀宫再也没有在任何公共场合露过面 虽然偶尔有过一些报道说 琥珀宫的这个碎片啊 在战争中呢 幸存下来了 有一些传闻说啊 说运送琥珀宫碎片的这个船 在1945年的1月30号离开格丁尼亚港 结果呢 刚一出港就被一艘苏联的鱼雷艇给击中了 然后这艘船呢 就沉没在了波罗的海的某个位置 当然有一些人认为呢 它被转移到柏林地堡的仓库里头吧 还有一些人认为呢 它应该藏在一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仓库 当然在这期间啊 不断有人声称说找到了琥珀宫 其中最靠谱的一次发现是什么呢 是在1997年的时候 在德国发现了一个佛罗伦萨石材的装饰板 这个装饰板是琥珀宫四块装饰板里头的 其中之一 这个装饰板呢 在一个德军老兵的家里头被发现的 后来呢 这块板呢 就给了俄罗斯 用于重建工作了 1998年的时候 有两支独立的探保队 一支德国的探保队 一支立陶宛的探保队 这两个探保队都宣称自己找到了琥珀宫 立陶宛的这个小队呢 认为琥珀宫被埋在了格丁尼亚湾 外围的这个泄湖里头 德国这个组呢 认为在一个银矿附近 但是后续的勘探发现 这两个地点都没有发现琥珀宫的任何踪迹 历史频道也做了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呢 就是探索令人毛骨悚然的地下室 这个节目呢 有一个宣传 这个宣传呢 就是说 琥珀宫的残骸很有可能 就留在某一个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地下室里头 所以这个地下室探险 其中有一个目标 就是找到琥珀宫的残骸 当然 并没有人找到 因为这玩意儿一直下落不明 再加上媒体的天油加醋 这就让整个欧洲的寻宝者 乃至世界的寻宝者呀 到了现在还在找这个琥珀宫 毕竟呢 对于这些人来说呀 在没有找到他之前 他都是有可能存在的呀 不过呢 恐怕要让这些人失望了 因为其实早在2004年 琥珀宫的下落就已经非常的明朗了 只是至今为止 有人不愿意相信而已 英国呢 有两位独立调查记者 一位呢 是凯西斯科特克拉克 一位是阿德里安利维 他们两个合著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琥珀宫》 它的副标题就是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 失落宝藏的命运 这两个人写这本书 非常的下功夫 他们两个经过多年的 漫长调查采访 他们采访了每一个能找到的 在世的和琥珀宫有过关系的亲历者 并且亲自跟他们交谈 而有一些档案实在是难以获得 所以他们也花了很多钱去贿赂啊 这个前苏联的一些政府官员啊 前军方啊 还有当时的施工人员啊 甚至前情报官员啊 不过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两个人确确实实发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也让我们拨开这个历史的迷雾啊 终于浮现了一张比较清晰的图景 很显然 当时的苏联进入科尼斯堡之后 他们确确实实希望发现并且得到琥珀宫 可是呢 他们命中注定什么也得不到 原因是什么呀 其实这一点苏联人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因为琥珀宫啊 在他们自己入侵科尼斯堡的时候 被自己的部队给炸成碎片了 而没有被炸坏的部分 也因为他们自己的疏失被毁于一旦了 但是为什么苏联不承认这一点呢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战后赔偿 其实一直到今天 俄罗斯政府也经常会拿琥珀宫的这个话题啊 出来做一点文章 当时苏联从纳粹德国手里接手的艺术品 一共是160万件 这其中很多并不是从纳粹政府手里获得的 而是从民间获得的 那至于是怎么获得的 这你自己发挥想象力就行了 没有过太多的官方记载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明白他们是怎么获得的 而在战后呢 德国政府对于纳粹政府的艺术品 就是被苏联抢走的这些 他们采取了不追讨的态度 因为这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了 它应该成为战争赔款的一部分 但是民间的财物 这是个人财产 所以呢 东德和西德这两德政府啊 他们都支持民间去向苏联追讨失落的艺术品 可是每当德国方面提出这些艺术品的问题的时候 失踪的琥珀宫这个话题就会适时的出现 然后两德政府都会放弃帮助民间去追讨这些艺术品 因为无论民间丢了多少艺术品 它的价值肯定也比不上这个琥珀宫 所以这就成了苏联和后来俄罗斯当局的一个筹码 这个筹码是专门用于去谈判民间的战争赔偿问题的 而为什么说苏联自己毁坏了琥珀宫呢 因为这是有直接证据的 苏联当时毁坏了琥珀宫的证据 直接来自于俄罗斯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 负责战后处理琥珀宫事宜的 是一个苏维埃专案组 它的负责人是亚历山大布鲁索夫 他们是当时第一时间就到达科尼斯堡的专家 后来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里头 保存的布鲁索夫的证词文件里头 它有过清晰的确认 并且这份文件上有其他所有专家组的签字 这份证词文件陈述了一个事实 就是总结所有事实 我们可以说琥珀宫在1945年的4月9号到11号之间被摧毁 另外一个造就这个琥珀宫变成都市怪谈的人 是阿纳托利·库楚莫夫 这个库楚莫夫 他当时是1941年6月22号 莫斯科要求紧急拆除琥珀宫的现场工人之一 而且他是一个项目负责人 他的日记里头记录了当时的过程 6月22号这一天 他说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6月24号的时候 他说24小时我们都没有停下来 同志们有的人流鼻血 有的人靠在包装纸箱上睡着了 纸箱和纸张都用完了 我们不得不用沙皇的衣服 国企我们珍贵的财富运走 到了9月1号的时候 德国人已经完全包围了列宁格勒 200万人被隔离超过90天了 十七节载有宫殿宝藏的火车车厢正在驶向西伯利亚 但是在凯瑟林宫内少数施工人员正在继续工作 我们面临的最后一个令人震惊的难题是要拆除琥珀宫 但当我们尝试移动其中一个面板的时候 灾难就发生了 琥珀宫的装饰面板直接从上面掉下来 而且完全破碎了 这意味着我们完全不能移动琥珀宫 我们也不敢移动它 现在我们能做什么呢 在经过了请示之后 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藏起来 于是我们从附近的缝纫厂找来了很多纱布和填充物 然后用纸覆盖 我希望这样的伪装可以骗过纳粹 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计划失败了 1941年9月17号 在占领凯瑟林宫的几个小时之内 德军就找到了琥珀宫 然后开始了36个小时的拆除 然后把这些箱子运到了柯尼斯堡 从这之后 库处莫夫一直都关注着琥珀宫的下落 一直到1993年去世 他后来工作的地点是普希金博物馆 库处莫夫是在圣彼得郊外的国家养老院里都去世了 他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认识他 英国这两位独立调查记者 就是斯科特·克拉克和利维 当他们去找库处莫夫的时候 库处莫夫已经去世了 所以他们想到去找他的研究档案 但是当他们联系了普希金博物馆的时候 普希金博物馆说 目前这个研究材料还没有解密 它仍然是最高机密 而这两个人呢 就从一些渠道里头知道 库处莫夫留下了十几个文件盒的资料 这些资料全都在普希金博物馆 按照最高机密保存 为什么他们认定库处莫夫是最了解情况的人之一呢 因为库处莫夫在1989年自己写了一本书 就叫《琥珀宫》 他详细介绍了在战后这些年 他是如何去寻找琥珀宫的 从1967年到1984年 他领导着一个加利宁格勒的地质考古考察团 这个考察团的代号叫合唱团 这个考察团他们的活动范围啊 遍布整个加利宁格勒 波兰和东德 但是呢 一直也没能找到琥珀宫 库处莫夫写的这本《琥珀宫》 仍然是都市传说里头最受欢迎的一本 因为这本书最后的观点是 他认为琥珀宫仍然是存在的 在哪呢 肯定就在德国、波兰、奥地利 或者其他所有被纳粹占领过的领土 就在这些领土上 肯定还有我们没有发现过的地下室或者地库 所以他认为 琥珀宫被重新发现只是时间问题 就因为他做的这个结论 所以这个都市怪谈一直就这么活了下来 而实际上 最热衷于找这玩意的 也都是业余寻报队 因为对于专业寻报队来说 结论已经非常的明确了 两位英国独立调查记者 经过了一系列的贿赂和走访 最后他们终于通过 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的主管 得到了库楚莫夫生前留下的一个文件盒 这个文件盒里头文件 是十几份文件盒里头最重要的一份 而这个文件盒里头保存的档案 足以证明库楚莫夫撒了谎 在1945年 纳粹知道他们的末日已尽 他们确实拆解了琥珀宫 而且把所有的琥珀都装进了板条箱 他们当时准备疏散的地点 是萨克森的德雷斯顿 但是这个时候为时已晚 苏联红军迅速攻占了克尼斯堡 于是这些板条箱就被留在一个叫做骑士大厅的城堡房间里头 这个房间是整个城堡 经过英国和苏联两次轰炸之后 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城堡房间之一 也就是因为这个房间是为数不多的完整房间 所以当苏联人进入到克尼斯堡这个城堡之后呢 他们也看上了这个房间 他们在这开了庆祝胜利的聚会 而天晚了之后 这些喝多了酒的红军士兵 就把屋子里头所有的东西都拿来烧火了 然后他们跳舞 用火光来助兴 琥珀宫的残骸里面大多数都是易燃品 所以他们就像柴火一样被烧掉了 克尼斯堡这个城堡 因为它本身是个博物馆 所以这个城堡里面有一家餐厅 当时餐厅的经理保罗·费亚拉本德 他向多位苏联军官提供过证词 他当时确认了箱子的内容和位置 因为这些箱子装箱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 他也确认这些箱子被当成破烂 让苏联士兵点燃给诸兴了 库楚莫夫读过费亚拉本德的证词 他也读过亚历山大布鲁索夫教授的报告 当布鲁索夫教授进入到骑士厅 去清点这些残骸的时候 他发现了本来属于琥珀宫的铜角链 和一些没有燃烧的文物 库楚莫夫甚至本人亲自采访过费亚拉本德 而且他也亲眼见到了 布鲁索夫教授回收的这些文物 这些文物是什么呢 就是三个佛罗伦萨石材装饰板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 1997年在德国发现的那个石材装饰板 这个装饰板一共有四个 布鲁索夫教授的团队回收了三个 为什么能回收呢 是因为这是石头的 它不易燃 这是琥珀宫里头唯一不易燃的部分 费亚拉本德的证词 和布鲁索夫在现场的报告 可以互相印证 所以库楚莫夫本人可以说 他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琥珀宫的下落 那就是被苏联红军士兵 当成破烂给烧了 而丢掉的那块佛罗伦萨石材装饰板 也很快就出现了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在德国那一块 不过说很快 其实也没有那么快 因为它出现是在33年后了 那就是在1978年 有一个住在西德的小伙子 他叫汉斯·阿赫特曼 他看了一部关于琥珀屋的电视纪录片 因为琥珀屋留下了大量的照片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在网上搜 他无意间就看到了那四张石头镶嵌板 于是他一下就认出了这块板 因为就在他父母家的阁楼上 就有这么一块一模一样 他的爸爸曾经是国防军的士兵之一 这块板是他爸偷来的 偷的时间是1941年 也就是从凯瑟林宫运到科尼斯堡的这一次 他就把这块给偷走了 当时德国人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因为当时苏联试图拆这个琥珀宫来着 所以德国人认为呢 因为这个琥珀宫已经非常的脆弱了 所以有一些损害是正常的 于是呢也没有人在意 谁也没有想到这是被自己人给偷走的 后来在1997年 他爸去世了 阿赫特曼想要卖掉这块石板 于是呢他就联系了沃夫冈埃希韦德教授 沃夫冈埃希韦德呢 他常年致力于啊 为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遗物归还 建立这个媒介桥梁 于是呢这块石板经过了检验 发现它确实是真的 也就是说和1946年布鲁索夫在科尼斯堡的这个残骸里头 发现的另外三个装饰板是完全一致的 于是呢俄罗斯政府呢就给拉赫特曼一笔钱 当然这笔钱有多少不知道 反正俄罗斯把这块板又买走了 也就是说呢 库楚莫夫除了不知道这块板还给俄罗斯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是在他死后发生的 其实在他死前所有的事情 他全都清楚 因为他留下的这个文件盒里头 几乎有所有的记录 但是他对公众隐瞒掉了 琥珀宫已经被烧毁的真相 而只是公开了这一块装饰板 这就给所有人一个暗示 那就是琥珀宫仍然存在 因为你看 德国有士兵的后代家里就有这个遗物啊 所以琥珀宫肯定在德国的某个地方 当然至于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这个原因呢 可能仍然跟苏联当局的施压有关系 因为就在几年之后啊 到达过现场的布鲁索夫教授 他也公开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而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苏联当局给了他非常大的压力 库主莫夫也面临同样的压力 因为有记录表明啊 当时参与东宫这些文物抢救的人 除了库主莫夫本人之外 几乎所有的人后来都被送去了古拉格劳改 至于为什么库主莫夫本人没有被送去劳改 这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我们不知道当时苏联当局交给他什么任务 当然作为当时的苏联当局来说 他们肯定不希望外界知道 他们自己毁掉了琥珀宫这个事实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库主莫夫写成这个琥珀宫的这本书的时候啊 已经是1989年了 当时苏联社会的管制呢 已经开始出现松动 市场经济改革也已经开始了 所以他想靠这个书多赚点钱 于是呢他就故意这么写 当然这个可能性很小 我觉得更可能的是出于政治压力 刨除掉这些人自己的因素 有一点我们可以非常确定 那就是苏联跟后来的俄罗斯政府 他们肯定知道原来的琥珀宫 已经被自己给摧毁了 而从另外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证据 那就是苏联后来重建了这个琥珀宫 今天如果你到圣彼得堡去参观 你仍然可以去参观这个琥珀宫 当然它只是个复制品 不过呢在每一个细节上 都尽量忠实还原了 这个复原品是苏联政府在1979年立项 花了数百万美元 耗费了40名德国和苏联的琥珀专家团队 用了24年的时间才把这项工作做完 他们尽一切努力 创造出尽可能完美的复制品 甚至完美还原了 当年使用的350种不同的琥珀 哎 你有没有觉得哪不对啊 这个项目的立项发生在1979年 阿赫特曼公开 说自己家里头有琥珀宫残骸 发生在1978年 如果说苏联当局认为 琥珀宫还在德国的话 那他们为什么要复原出来一个呢 这个项目的意义在哪呢 为什么不把它找回来呢 很显然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苏联人非常清楚 他们找不回来这个琥珀宫了 原因当然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 不过复原这玩意儿呢 还有另外两个好处 也非常显耳意见 找不回来琥珀宫 德国民间要求返还被苏联拿走的 这个艺术品的这个诉求啊 就永远也实现不了 另外呢 他还能增加游客收入 苏联呢 当时认为呢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 国家形象工程建设 于是 这个琥珀宫就非常诡异的 在事实非常清楚的前提下 成为了一个都市怪谈 好了 今天我们再次成为了宝藏猎人 去亲自寻找了一把传设中的宝藏 是不是很精彩呢 感谢你的收听 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 希望你多留言 多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